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中生意 真的很不容易 没错 无论房地产业还是旅游业 都是涉及金额庞大 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 那么资讯通讯科技 如何协助房地产业者 以及旅游业者 保持他们的竞争力 再创业绩高峰呢 欢迎收看今天的企业爱计划 许多新加坡人 是通过房地产经济购买房子的 新加坡目前有 1500多家房地产代理公司 经济达3万多人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 CEA成立的目的 是为了提升房地产经济的 专业水平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大大小小公司 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以确保能达到管制标准 房地产代理公司老板们 最关心的是 要如何妥当管理经济 而经济最关心的 是如何在条例范围内 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说真的 房地产代理公司旗下的经济这么多 管理起来应该很困难吧 真的很不好管 那房地产经济 全职坚持的都有 全都往外面跑 那有的很活跃 有的不活跃 所以公司很难盯住 每一个经济的一举一动 而且大家在外面跑业务的时候 都是以公司的名义 所以如果不好好管理的话 应该很容易出错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拜拜 麻烦 这是本月顾客的feedback 文件处理不当 提供不正确资料 没有及时回应顾客 投诉谁 Gillian William Sandy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批人 老板 你记得吗 那时候William来的时候 他是那个头发非常乱七八糟的人 而且Gillian是 好 没问题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算了算去都算不出 他们所要求的用金 那个Gillian还欠我 两个卖主的签名 五个租户的签名 手续都根本无法完成 而且这个文件这么乱 我要怎样存档 那张宝不是忘记把招 老板 我有点担心 我们公司的招牌 我介绍我朋友来这边买房子 他们都说不要 而且还说别的经济公司 比较可靠 看起来我们的名声 可能有问题 企业真的还不能换了 自己的招牌 看来这个地产代理公司 确实需要一套完善的系统 来好好管理旗下的经济 是啊 那文件怎么处理 经济们怎么打广告 也没有接受足够的训练 那用金计算正确吗 也没有及时处理客户的投诉 公司都需要一套系统 来去管理的 是的 那如何成为一名 成功的地产经纪 哪一名成功的经纪 需要积极行销 时时刻刻掌握 最新级最全面的信息 来去解答客户的疑问 我觉得IT能够帮得上忙 哪个经纪能够用IT 来提升自己的价值 它就是赢家 那天我从两个经纪 当中选了一个帮我卖洋房 盼你肯定是选赛哥 才不是 我是有要求的 你想知道我的交易成绩 好 好 好 给我几分钟 快找到了 好 我一年来的行销记录 就在这里 有几种就在你这里去 多一下子 快找到了好吗 我的手头上有一些潜在买家 我还有一些非常有效的成交方法 让我示范给你看 多一下子 快找到了 别着急 我纳洋房值千万元呢 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房地产经纪 来代表我 对不对 只有够专业和假信用的经纪 才能做到我的生意 总的来说 房地产代理公司 面对以下几个挑战 第一 公司老板如何更好地 管理旗下的经纪 还有公司 第二 房地产经纪如何能为自己增值 第三 公司如何帮助消费者 做出更明智的角色 后两大干 南大里有一套 超好用的IT系统可以介绍 什么叫南大 我有 本地房地产业 已进入资讯化的时代 在房地产代理理事会的推动下 一个跨机构工作小组成立了 小组有五大机构 资讯局 IEA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 CEA 新加坡房地产经济协会 IEA 新加坡测量师与估价师学会 SISV 以及新加坡产业经济会 SAEA所组成 小组联合制定一套 资讯通信方案指导方针 邀请IT业者 按照指导方针 开发相关的系统 房地产连锁公司 REMAX 在资讯局 部分资助下 使用了房地产经济管理平台 这对他们管理旗下四十多家房地产公司来说 有很大的成效 这办公室很干净 整洁 那就是没什么人的 因为现在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IT系统 所以他们有电脑 有平板 可以上网登录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来公司 你们使用的就是叫这个房地产经济管理平台 这个系统 对 它有什么好处 好处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公司管理方面 我们可以把所有我们的交易输入这个系统 统一处理 然后这个系统也会记录他们的文件 就可以正确地规刀 然后还可以帮我们计算委呈 最重要的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从里面拿它的资料出来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中长期的规划 第二个就是管理经济方面 经纪人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否是设计的 他们的培训 好像每年政府规定 我们要经过六个小时的培训 我们已经上了几个小时 还缺乏几个小时 都会清清楚楚的记录在内 然后好像他们的评计 如果消费者有投诉 系统也会帮我们统一处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能力提升经济的服务数字 Mandy 一切还好吧 我们在采用了系统三个月 投诉明显地下降 胜利还好了二十八千 现在电子文件都很完整 非常好找 来 点心 哪一次 什么事这么开心 老板 我刚拿到几项 足夹的产业代理权 对方的公司看中我们 口碑好 信誉好 太好了 对 对 顾客都对我们公司的经济赞不绝口 称赞他们反应快 够专业 对 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来 来 来一次 房地产经济争取买卖交易竞争激烈 顾客要求经济知道每个地区的房价 走势有关产业的一切信息 资讯通信系统能给房地产经济 带来很多优势 有助提高竞争力 这个系统能记录他们以前买卖的记录 他们的喜好 他们偏好什么 我们就配合我们系统内的信息 很快地配对起来 成交率就高了 这样看来 用这套系统远远胜过 不用这套系统的竞争者 Jack 你知道买房子 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吗 什么方位好 放心吧 谢谢 您要的房子里面向断断方 十楼以上 阳光充足 避开马路 要靠近几所名校 三所 怎么时候可以看房子 我们随时都可以看房子 那我有办法会符合您全部的条件 马上可以为您介绍 你真是深得我心 我喜欢的东西你都样样懂 当然了 博客的资料及买卖记录 在我的系统里是一目了然的 好 陈先生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 那这个系统如何来保障我们的利益呢 系统内有可以防止串改的设定 就好像这个电子儿童来说 你看你的签名在这 如果说我要稍微改一点它的记录 我按这边你就看到所有的那些签名就不见了 这样你是消费者 你就会收到保障 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行业的形象 是 是 这套系统如何能为公司带来长远的利益呢 系统能把我们公司 老板 经纪跟顾客联起来 效率大大的提高 那如果公司扩充的话 从我们现有的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 我们都不需要更换新的系统 所以不管是成本控制 或者是效能都非常提出 知识通信系统对于业者 就是有提高他们的专业性和生产力 就是也能帮助他们更有效地遵守 管理制度的一些需求 对整个行业的运作和服务都有所提升 怎么样 收益费钱吗 收益良多 善用资讯通信科技来提升自己的价值 就会是赢价了 对 根据估计 资讯通信方案 每年将可为中小型产业经纪公司 省下百分之二十的行政时间 资讯通信方案将有助业者 达到管理制度的要求 提升公司的专业性和业绩 生产力和效率提高 将为整体行业带来好处 部长大哥 今年年底度假调学哪里 我有好介绍 你看 这个就是欧洲浪漫油 埃及治理 美国东海岸关的油 还有 谢谢 我告诉你 我早就上网预定了 现在还在用这种圈餐单 给老土了 这是我那经营旅行社的朋友 拜托我的 他总是说生意难做 随着电子旅游网站大行其道 规模较小的旅行社 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 旅行社的客户 主要是要求量身定做配套的客人 有许多是家庭团 他们会要求旅行社调整旅游配套 但有时三心两意 有时改变主意 就容易引起问题 这种地步 这个不错 这个是不错吧 这个什么 水饼 不然不要表 我看还是香港五天四月再加多一天 晋升症要多少钱 好 我帮你算一下 不然这个八天迪士尼兰的 带妈妈去深圳购物好吗 好 好 就帮我算个价钱吧 好 我帮你算一下 不然帮我们查一下香港加韩国三天 好 我现在帮你算一下 这个 酱酒好了没有 酱酒 小姐 请问好了吗 对不起 你们稍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小姐 到底好了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你们先赶时间的话 可能你们先需要回去先 你给我一点时间算 我会打电话给你们 好的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喂 你好 陈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今天才把这三个赛要钱算好了 蛤 要换成香港加上深圳两千 十月一日进深圳 好 没问题我帮你安排 到时候车子和早油会在集合地点等你们 好 谢谢 好 谢谢 OK 好了 喂 你好 陈先生 哦 刚刚刚订好了 哦 刚刚订好了 要换成十月三十日进深圳 好吧 我帮你换一下 嗯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你肯定是在这里等 那才我问的人 肯定是这里 妈 妈都在饿了 好了 没有 等那么久了 阿哥等得不耐巴 我们还是去那边等一等 好 我们去那边等 等 好 都已经两个钟头了 车子呢 导游呢 怎么会这样呢 客人的行程做了修改 旅行社前台后台的运作 没有进行接轨 前台跟客人签订了 后台负责安排接洽的人却说 根本不知道时间已经改了 所以没有安排到人去接送 他还反说 前台同事 是啊 您也经常出错 也经常忘了跟客人收钱 你说不是一团乱 这样的话老板就头很痛 对 所以我的朋友经常说 生意真的很难做 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现在旅行社 都是依靠传统的人工 去安排行程 修改行程 计划如何收费 算钱等等这些 所以当然容易出错了 总的来说 传统旅行社面临以下几个挑战 第一 人工作业的速度慢 并且容易出错 第二 顾客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服务的要求是越快越好 希望马上进行交易 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时资讯 第三 网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国梁大哥 你好像对这个资讯通信非常了解 你觉得ICT有帮助吗 会不会帮助 你觉得呢 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属下有三四百名会员 据估计营业额达市场总额的百分之八十 除了大型旅行社早已使用资讯通信科技之外 许多中小型公司仍在积极转型 准备以IT辅助业务 其实对小型公司来说 这些通信业务对他们来说 可以给他们另外一个平台 无法在网上以大小来分辨 有只能说像我刚才说的 你的网页如何吸引人 网页提供一些服务 然后网页是否能够进行一些电子交易 小型公司现在拼紧工人方面会比较有紧缩 然后他们就没办法请给到专业人才 可是在利用这资讯通信系统的话 他可以克服这方面人才 那第三方面就是说 我也进入了电子交易方面 这样我就不再约束的 就是说他必须到我的店里面来交易 他可以随时上网去进行他的交易 所以这两方面的话 这收入更增加了 这生产已经提高了 那小型公司就有办法跟大型公司一起合作 一起竞争 请那位经营旅行社的朋友 有没有考虑到使用资讯通信科技去帮助她呢 我一跟她提起她就说成本太高 这样吧 我带你去认识一位经营旅行社的朋友 到时候你见识一下事实未必如此 好啊 走 在资讯局IDA的资助下 五州旅行社采大了一套 称为旅行社管理平台的软件服务综合系统 系统将环球分销 网上交易 内部运作和货源管理 以及会计系统完全衔接起来 全线管理旅行社的运作 所以现在整个公司都跟这个资讯系统联好了 对 那这个会不会成本增加呢 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购买软件 而是订购软件服务 每个月只需要付服务费而已 而且我们还有IDA的津贴 是 是 那倒想很多 对 其实我想问这套软件系统 真的是这么有帮助吗 是啊 帮助不小 因为我们的系统现在是和 世界各地的供应商的系统是连接的 我们就能以互联网的速度 来满足顾客的要求 给客人最实时 最新的信息 客人要查问也好 要更改也好 都可以在系统内完成 我们的供应商会及时收到更改 或只是取消的兴趣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系统 比如说客人要换酒店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更改 这就是取消到 我们的供应商会马上就收到 然后他要换另一家酒店 我们就在这里跟他订过 那你这样换回之后 这个等于也是传给对方酒店 对吗 对 而且客人 可以马上收到 客人也收到 然后客人可以收到那个电邮 自己打印出来去酒店 其实全部的步骤蛮清楚 蛮明显 而且蛮快的 相当有效率 对 对 每个步骤都非常清清楚楚 所以客人会比较放心 这是你们所要求的配套对比 包括行程和价钱 两位请过目一下 这么快 这个好 就订了它吧 好 那么今天两位要先付出订钱 再多两周我们会发短讯给您 提醒你们支付预款 好的 根据我们的记录 你们对主题乐园很有兴趣 那么以后我们有主题乐园促销 可以推荐给你们了 你很厉害的生意 好 好 以后有购物团 美食团 你也可以控制我 好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的 好 我们会发信息给你们 好 好的 这年头行销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但要掌握顾客的口味 还要针对性的推销产品给他们 而且我们还要第一时间知道 供应商的最新促销 迅速地介绍给顾客 有了这个系统 这些方面都很快就做得到 很多交易我知道都是在这个系统内 同步就可以完成的 包括旅行社 顾客 还有供应商三方 都在第一时间达到这个信息沟通 对 这样避免很多人工输入的重复性 以及也不容易出错 对 那我想这样的话 效率跟生产力都会提高不少 提高很多 以前需要用一两天的时间 来完成一种交易 但现在时间减少了一半 我们更有多的时间来聆听 照顾客人的需要 也提升了我们的服务实质 有了系统之后 统治之间就不会有无谓的周分 客户要查询也好 要更改也好 都能在系统内完成 供应商也能直接地接受得到 好 没问题 我帮你查一下 我帮你安排好了 那么车子和早鱼会在集合地点等你们 好 就这样 谢谢 再见 再见 你肯定是在这里等 是啊 就是在这里 快乐 陈先生 陈太太 陈先生 陈太太 陈太太 陈先生 陈姐姐在那边等了 我帮你拿好吗 好 请给我来 请坐 来 使用了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的生产力大大的提高 员工还是6名 可是营业额却增加了大概20% 这套系统是否也同时拓展了你的销售管道 对 这个软件增加了我们的行销管道 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找到新的顾客 顾客可以上网看我们的配套 自己做对比 然后也可以上网月夜时间下来旅行社 这些事情全天后24小时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个营业额增加了 所以回头客多 客人就越来越满意 你们生意越做越好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旅行社采用资讯通信科技 将带来以下成效 人为错误减少 效率和生产力提高 更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以及网上的竞争优势增加 有了网络生意 估计旅行社的营业额能增加10%到20% 随着生产力和效率提高 顾客服务质量也改善了 对业务百分百有好处 怎么样 Dan 有没有想好赶快告诉你那个 经营旅行社的朋友来执行i计划 我现在就马上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其实解决问题总会有办法的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尝试 是 如果你是一家中小企业 并想通过资讯通信 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与生产力 您可拨打IDA资讯局的iSprint热线 6211-1212询问 您也可以拨打Sprint标新局的 EnterpriseOne企业通热线 6898-1800查询开放给中小企业的 政府支援项目 Ella 7215-15ẹ 更新康格像 1※425 Constitution 3-265-105-173-225台